她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载入将相列传的女将军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正式的国家编制 重庆石柱土家族自社县位于重庆市东部长江南岸 主要以土家族人聚居为主 从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开始建县 在民间人们最关注的都是穆桂英 樊李花这些家喻户晓的文学饶物 反倒是史实记载真实存在的新国英雄秦良玉 很少被人提起 秦良玉的话我们在中国的二十四世上 我们花木兰 牟桂英 杨家将 那就是文艺作品 但是秦良玉是我们中国的女将军 女土是第一位上了二十四世的第一人 名神宗万里元年 苗族女子秦良玉出生在四川 父亲秦魁师叔持家 育有三男一女 良玉居于第三 上有哥哥秦邦平秦邦汉 下有弟弟金民平 良玉从小生得如画色欲 聪慧伶俐 深受父母宠爱 秦良玉的父亲秦魁不仅依汉家风范 教良玉诗书自画 也不忘苗家强悍宠武的特点 从小就训练他 武刀弄强 骑马射箭 良玉与兄弟们一起长大 不但诗书造诣高于兄弟 就是论其武功也绝不会输给他们 父亲称华她是一个奇女子 他从小生下来就跟着父亲 练武练武俗读兵书 骑马射箭 他来自幽 善其色 精通诗 公识汉出刀月 相传 秦良玉的出生也极富传奇色彩 公元1574年正月初二这天 秦奎家里非常热闹 一个新的生命即将诞生 全家人正在手忙脚乱的准备喜事 秦家的这个小鸭房 我们现在叫鸭房 就给了秦良玉的父亲抱 哎呦 夫人要生育了 话说 这秦奎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儿子 但听到这个消息后 依然非常兴奋 他想着 或许这次能生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 这一下就儿女双全了 想着想着 他不由地朝夫人的房里走去 谁知道 舱外飞机去一只猴子 飞到他那个夫人房间里去了 猴子他看见一飞进去 他就踢了一把宝剑 准备去 他就认为那个猴子要侵犯他夫人 他就准备去追那个猴子 随着那个猴子一进去不再了 然后秦良玉生下来了 后来有的 有风水先生和上帝的儿子说 要除猴 秦家要除猴了 这是一个传说 虽然是一个传说 但也从侧面印证了秦良玉恢弘的异生开始 秦良玉自幼身受父亲秦魁 直干戈以为设计的思想影响 由于一直跟着父亲苦练武艺 练习正法 显露出一般女子所难以企及的军事才能 明末年间 后京国日益强大 屡次派兵对明王朝进行攻击 公元1621年 朝廷下诏 天下秦王 保卫京都 秦良玉 浅兄邦平 帝明平 现代百杆兵 开赴辽东战场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战 却让自己失去了一个至亲的人 秦良玉听到这个消息 泪水未干 带着儿子马祥玲 立刻自带三千百杆兵 日夜建成 北上抗金 最终成功抵御后金 明熙宗进封秦良玉 二品官服 封他为告命夫人 他的儿子 马强林 在身处三万关 和清兵敌战的时候 眼睛也刺伤了 刺伤了 他扒下来 是像包一样的 简单包扎一下 然后又冲杀在前 所以说有一个叫 马强林 人称小马超 就是相当于三个字的小马超 马超一样的 公元1644年 秦良玉之子马强林 身训襄阳 秦良玉 公元1648年 秦良玉在阅兵之后 刚一下马便倒地而逝 享年75岁 据石著直立听志记载 秦良玉直到临终前 才将万寿寨的秘密 透露给孙子马万年 呈东南万寿山 上平下险 无几粮草 火药于此 扣来即率兵民 往毙其地 秦良玉果然料事如神 他去世后两年 清朝部将朱荣藩 号称率军十万 企图吞并石著 秦良玉的孙子马万年 退至万寿寨 而他的部队不过数千人 然而最后 朱荣藩却从石著 匆匆扯军 沿途不断传言 巨人瞒兵作战凶悍 口若血盘 隐如同龄 那么巨人部队是真实的存在 还是后人杜撰的呢 这场兵力相差 如此玄术的战争 为什么会以清兵告退而终 来到万寿山 我们发现 万寿寨到处都是悬崖绝壁 上平下险 确实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据点 朱荣藩的部队为了攻下石著 也是骑走险招 然而 当清兵到达万寿寨山脚下时 却捡到几双五十多马 已经穿破的行军草鞋 推辞下来 鞋主人身高近三米 战争还未正式打响 关于万寿寨有巨人的传说 就在朱军中扩散开来 当清兵的部队终于登上万寿山时 他们的战马却在一个关口停住 不再向前 于是他们弃马而行 到达万寿寨的第一道前寨门后 却束手无策了起来 这个战马是当初 齐亮域 他的军队 守这个万寿山的第一道战马 这个战马当初 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就是 因为这个地方很险 你看 他一夫当官 万夫磨开 就十个人在这里守 几万人的公布上 于是他们各出其招 兵分三路 准备登顶万寿山 逼降马家军 这个地方清兵 派了三路人马 一路人马从左边上来 一路人马从右边上来 一路人马从这个正面上来 他们攻了数月之久 攻不下来 最后他们想了个办法 就在三面那边 用火箭 用箭 绑上这个铜油 准备用火工 烧这个在门 但是还是没攻下来 就这样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他们以为 将十柱百坎兵 饿死在了万寿山上 可谁知道 山上却突然开始 每天抛下金线的蔬菜 活蹦乱跳的大鲤鱼 清兵大惊 哎呦 上面不得了 不光有米饭吃 还有鱼吃 还有这么鲜鱼吃 他说 有鱼就有水 是吧 有鱼就有水 还是活的 有鱼就有水 得清兵看算了 我们围不下去了 也打不夸的 我们围一年 他还助理人 上面还有鱼池 巨人传说 在清兵军中 传得越来越神 大家都说 万寿寨 藏有一支巨人部队 身长三米 脚穿五十码的草鞋 饭量大如牛 腰旋利刃 奔走如飞 还能飞檐走壁 难道巨人满兵 是真的存在吗 马万年很聪明的一个将军 因为当年我们土家人 都穿草鞋 就是用稻草鞭子的一种草鞋子 就把那个鞋子磨烂 磨烂过后 好像是人穿坏的 然后从万寿寨的山点上 再对上扔到山脚下去 这清兵一看 哟不得了 什么人穿这么长的鞋子 肯定是巨人 这个传说 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所以说他是巨人部队 这样由于是个心理战术 让这清兵就不战而退 临近万寿寨前站 朱镕帆又望见 射在炮台上的红衣大炮 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火器 这种大炮的破坏力 可将千米内的战斗目标 积得粉碎 巨人 大炮 秦良玉生前为了 石柱百姓构起的两道档险 让十倍于己的朱镇 不寒而栗 终于 朱镇士气大落 匆匆撤军了 还一路传出 巨人蛮兵 凶悍无比的故事 蒋平告诉我们 原来秦良玉休寨时 留意到山顶有一口井 清泉干裂异常 百日无雨也不会干 于是便开凿为官井 供兵民引用 马万年便在井里养了很多鲤鱼 不时地往山下扔 造出山上粮食充足的甲增来蒙蔽敌人 而巨人门兵也不过是马万年的另一种功心术 凭借着这种心理战术与地形优势 这场战争仅仅持续了一个月 就以胜利告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